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空军战机队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总部发起针对性打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真主党武装南部战线指挥官克尔基,以及其他多名真主党武装指挥官在袭击中身亡。 对于这条新闻,很多人很悲观,觉得以色列再一次占据上风了,其实并不用这么想,因为这就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袭击身亡一样,纳斯鲁拉、哈尼亚,他们就只是一个代号,一个化身,代表的是在巴勒斯坦和在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坚定意识。 他们死了之后,哈马斯和真主党就会灭亡,就会消失不见吗?当然不会了,只要你以色列的政策一天不改变,只有你以色列还在侵略,欺负压迫阿拉伯人,那么这两个组织就会源源不断地有后备力量加入,选出新的纳斯鲁拉、哈尼亚,然后带领他们继续和以色列干,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包括但不限于种族, 宗教、土地,那可是积攒了几十年的血海深仇,以色列人还在用西方那套思维,觉得我只要干掉你们的领袖,把你们的领导人给消灭掉,那么你们这个组织就会土崩瓦解,就会不复存在了,这就好比民主党一直想要干掉川普,因为只要川普一死,马大阵营就再也没有领导人物,而他们的政治理念也会在顷壳之间土崩瓦解, 可是这一套在中东,根本就不好使,咱们就说这一次被炸死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他的前任穆萨维,也是被以色列空袭给炸死的, 然后在穆萨维死后,真主党并没有土崩瓦解,反而迅速选出了纳斯鲁拉接任新一任的领导人, 在纳斯鲁拉的带领下,真主党反而发展得更加壮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仇恨,以色列想利用自己的袭击,让别人去害怕, 可是大家非但不会害怕,反而会积攒更加的仇恨,然后就会更加疯狂地报复以色列, 1997年9月,纳斯鲁拉的长子巴赫迪,在一次与以色列的战斗中丧生,纳斯鲁拉悲痛万分,但仍然称呼其儿子为英雄, 并且一生都拒绝和以色列和解,拒绝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可以想见的是, 在纳斯鲁拉死后,真主党会立刻选出一位领导人,然后继续地坚定不移地和以色列斗争下去, 有人说中东这种乱局,有办法可以破解吗?答案是没有,正如教员当年所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整天欺负人家,在阿拉伯世界横行霸道, 那就别怪人家发射火箭弹,别怪人家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 就算哪一天以色列真的真主党给尽数消灭了,但也会有黄金党,白银党, 没有了哈马斯,也会有哈牛斯,也会有哈里斯,仇恨只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不死不休,之前在寻呼机爆炸的时候,咱们就说过以色列的自私和短事坑害了美西方, 他们好不容易拿下的全球市场,如今拱手让给了我们, 看似以色列在当下是占了小便宜,可是从长远来看, 他们无疑将会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今天以色列所造下的孽, 美国也是要共同承担的,本来他们还打算重返亚太,集中力量, 联合日韩、印度和澳大利亚来对付我们, 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家中设宴,接待了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 举行了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峰会,这一次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拉拢了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美国全球七大盟友之二, 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说句直白的, 假如哪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了, 这两个国家一定是会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而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同时还拥有着超过14亿的人口, 并且和我们在南亚一直都有冲突, 在这些大背景下,拉拢印度进来, 就可以形成对我们围剿的东部和南部战线, 而且更关键的是,特朗普曾经就在2018年的时候提出过印太战略, 此时拜登拉拢印度,就算他几个月之后下台了, 上来的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 他们两人都将沿用自己的政策,一起去联姻抗中, 但问题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干, 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大家也都知道,你不给他好处,他能听你的吗? 拜登之前虽然承诺了, 要在印度建多少座工厂, 投资多少多少钱, 每年还说要卖多少武器, 提供什么什么先进装备给印度, 可现在以色列在中东那边小的天翻地覆的, 直接给你开辟第二战场了, 美国是一定要死保以色列的, 所有的精力都会集中到以色列的身上, 给武器给钱, 那么对于印度的关注度自然就会减少, 而印度其实也不是真心和美国走在一起的, 之前咱们就说过, 印度一会参加美奥英牵头的空众联合军演, 然后过一段时间, 印度又和中俄站在一起, 参加我们举行的联合军演, 三国聚首一起反对霸权, 说白了印度就是个墙头草, 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 美俄的洲际导弹可都试射失败了, 就我们成功了, 射程还那么巧, 正好就是一万两千公里, 这个距离正好可以覆盖美国绝大部分的领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会怎么站队, 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不需要印度导向我们这一边, 毕竟这也不现实, 但我们只要他们继续保持墙头草的角色, 对我们来说就是最有利的, 其实咱们从上帝视角来看待问题, 美国的战略思想一直都是正确的, 他们从二十世纪初就提出, 要遏制中国发展的构想了, 如果那时候他们就用尽全力对对付我们, 说不定还真就给他们成功了, 但可惜了, 阿富汗兄弟, 伊拉克兄弟, 还有后面叙利亚, 巴勒斯坦, 现在的黎巴嫩兄弟, 他们不让啊, 美国的软肋是什么, 不就是身处中东, 强敌环似的以色列吗, 你只要轻轻的捏一下, 美国人绝对就跟你急眼, 他们肯定是要死保以色列的, 所以以色列现在越疯狂, 美国的情况就越是危险, 他俩就绑在一根木头上, 要臣一起臣, 要死一起死, 而对于阿拉伯人的抵抗, 国内职人们倒是一脸嘲讽地说, 甚以辱之不惠, 以残年余利, 曾不能回以色列之一毛, 其辱美国和阿拉伯人长袭曰, 辱心之故, 故不可彻, 曾不若双妻若子, 虽我知死, 有子存焉, 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 子又有子, 子又有孙, 子子孙孙无穷愧也, 阿拉伯兄弟们家加油, 再拖个十年, 或者再给我们五年时间, 大事必成。